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寧醫師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我的新書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2022的新修版 新修版跟舊版差非常的多 大家如果知道我六年前出過這一版 但是這本書呢 跟舊版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跟大家介紹 你看光厚度就差很多 除了更新醫學上面 對過敏的做法 預防跟治療等等的內容之外 我還增加了一個 欸 這個有聲書 家長們也敲網說 有沒有跟過敏相關的內容 果然我就趁著書 就跟著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有聲書 會跟這本書一起搭配 所以2022這本新版的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相信可以成為大家家庭當中 必備的參考書 其實現在的孩子啊 不管是死亡率啊 重症率啊 都比以前低很多 可是家長為什麼感受不到 為什麼我的孩子 孩子整天流鼻涕 整天打噴嚏 整天這裡養那裡養 其實呢就是今天的主題 過敏 我們的孩子變健康了 重症變少了 可是過敏變超級多 如果我們能夠藉由書上的一些內容 把我們的孩子的過敏都控制好的話 你的孩子就會讓你感覺照顧上沒有那麼辛苦 第一種家長就是他不承認 有時候我跟家長講說你的孩子有過敏體質 有氣喘 他聽到氣喘兩個字他就很排斥 他就不想承認 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這種 這種概念 其實過敏是一個化了妝的祝福 過敏不是單一的疾病 好像有了鼻子過敏就治療鼻子 有了氣管就治療氣管 不是的 他是全身的 那我就會因為有過敏的症狀 而趕快去做改變 而我往健康方向走的時候我過敏就好啦 所以我把過敏當作化了妝的祝福 來跟這些家長說 你不用不承認 不要害怕 其實過敏好好控制 他的生活品質 會覺得跟一般人一樣好 還有一些家長 碰到過敏是很迷惘 過敏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有 可是我的小孩已經吃了半年的藥了 那吃到什麼時候啊 好像一停藥就復發 一直吃藥我就心裡又覺得 可以這個是童年都泡在藥物裡面 這樣好嗎 那這本書就可以成為你的幫助 因為過敏體質是真的可以不用一直吃藥的 它可以藉由生活的環境調整 生活的作息調整 它可以藉由一些吸的 噴的 擦的 這些外用的藥 而且不用一直用 這個大概就是 在這本書裡面最想帶給大家的概念 那第三種家長呢 很好玩 他是直接放棄 他說過敏心鼻炎 我也有啊 我已經不理他了 因為以前不管吃什麼藥 做什麼都沒效 所以我現在跟他和平共處 你仔細問一下 他有和平共處嗎 沒有啊 每天晚上鼻塞打呼啊 隔壁的老婆都聽 就都戴耳塞了 而且過敏心鼻炎 又讓他晚上睡眠品質不好 所以白天的情緒啊 注意力啊 專注力都會變差 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媽媽自己已經跟過敏相處太久了 已經放棄了 請你不要放棄你的小孩 我們的孩子他大腦還在發育 如果能夠把他過敏控制好 對他大腦的穩定很重要 對於未來他的學習力 記憶力 專注力 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把孩子的過敏控制好 這是我們的責任 兒科醫師跟家長的責任 那還有第四種家長呢 他是看了我的書 他說好 我要讓我的孩子不要過敏 於是他有完美主義 任何人只要犯規他就會生氣 搞得大家很緊張 我在書裡面也勸大家說 你可以看到我在書裡面現在多了很多註解 不要完美主義 如果今天我們同桌的阿公一直不戒煙 或是他身上一直帶有煙的味道 為了家和萬事心 就算了 我們其他事情做得更好一點 你的孩子就可以相對的很穩定 用的藥也不會太多 那我也非常感謝很多的前輩 還有朋友們幫我推薦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從這本書裡面得到一些 真的可以派上用場的知識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些簡單的QA 在我的粉絲頁也常常會有很多家長 問跟過敏的問題小編 就幫我擷取了幾個問題 我來做簡單的回答 我要做一個比喻 就是過敏到底能不能根治 我說過敏就像是 雖然你可以藉由環境的控制 或是尊尊的教會 可是以後長大 他總是會碰到球場上的朋友啊 打麻將的朋友啊 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可能不知不覺又把這個髒話說出口 或是有些語助詞 那我用這個說髒話的比喻來說過敏 過敏其實真的不會根治 當一個孩子過敏基因被誘發之後 那個基因就等於進到他的身體裡面 開始運作了 不過藉由好的照顧 環境控制 飲食控制 健康的生活 愉快的心情 適當的一點點的用保養的藥物 其實他是可以完全沒有症狀的 可是如果今天把這個孩子長大以後 放在一個充滿了塵蠻啊 霉菌啊 空氣污染啊 然後一放就放他三五個月 都在這種環境當中又操他 讓他不能睡覺熬夜 給他很大的壓力 那個小的時候的過敏 一定就被誘發出來 所以過敏不能被根治 但是可以被控制得很好 端看你怎麼做 只要你有正確的做法 那麼你的孩子過敏是可以 完全沒有什麼症狀的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去問你的兒科醫師 把你這個孩子鼻塞的時間 然後經歷 那我們兒科醫師聽了以後 會告訴你說 我覺得這只是短暫的感冒的症狀 或者是哦 這可能這麼長期是過敏了 所以過敏性鼻炎 我們會比較留到 可能兩歲三歲以後 明明你就已經長大了 怎麼還是常常 打噴滴流鼻涕鼻塞 鼻子癢 揉鼻子 那這些症狀 時間一長 那醫生可以藉由你的臉上 又有一些症狀 還有眼圈啊 小細紋啊 等等這些輔助的症狀 告訴你說 你的孩子應該就是過敏性鼻炎了 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 讓你的醫生去幫你做診斷 不過書上我有給大家 剛才我講的這些自我判斷的方式 如果已經時間超過了 三個月兩個月 然後你又年齡已經超過了兩三歲以上 然後家裡又有家族史 然後你又有黑眼圈 當然我們就會開始想說 你這個狂打噴嚏應該是過敏性鼻炎 沒有錯啦 不過狂打噴嚏呢 有因跟果嘛 譬如說你床上都是塵蠻 你沒有套防蠻塵套 然後你平常也不常會除濕 那這個環境當中又有霉菌 然後這個牆上有一些霉斑 那麼那個因沒有解決的話 你後面用什麼藥大概都很難處理 所以總而言之那個因子要先解決掉 正確的用藥 這是醫生要幫你把關的 但是環境能夠打造一個過敏友善的床 還有臥室 這是我們家長可以做的 吃藥不是壞事 千萬不要讓大家誤解 好像黃醫師說過敏都不應該吃藥 吃藥就是姐姐妳當下的問題 但是那只是治不要嘛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我會再感受一下 我這個過敏是不是穩定啊 如果不穩定 我應該要去檢視我的環境 我自己最近是不是常熬夜 我是不是最近常吃一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真的吃很多 或者是我這個過敏性鼻炎的鼻噴劑 再使用一段時間然後再停 這都是事後可以去反思的 所以吃藥不是問題 像抗阻磚這類很安全的藥物 急需用藥的時候就用吧 他身體很快就代謝掉了 所以我沒有要污名化藥物 只是它不應該是你唯一的解方 絕對可以 剛才我們講到的這些呼吸道的過敏 都可以藉由這個防曼套啊 除濕劑啊 然後去除掉絨毛玩具啊 還有這個沙發抱枕啊 等等這些處理 可以把環境弄得更過敏友善一點 不過意味性皮膚炎 那就不太一樣了 在我臨床上的經驗 我覺得皮膚過敏 會比呼吸道過敏更難纏 皮膚的問題通常不是 剛剛講成蠻美菌 所以它比較多是跟你身體的整個狀態有關 皮膚不好的原因常是 從內而外的 那這個就很難抓兇手 所以皮膚過敏我覺得是平常可能就要做一個基本的打理 那這個內容都在我的書裡面有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當然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同 從這個基本的知識內容當中 再去跟你的醫生去做溝通 會比較順暢 比較不會有的時候 肌同鴨講 這是我在皮膚過敏這部分 比較不容易解釋的地方 分辨異位性皮膚炎跟其他過敏 這真的是要帶去給醫生看 在我書上有一些圖 大致上可以讓你感受一下 異位性皮膚炎跟其他過敏的不同 不過那些圖只是讓你有一個依據 真正還是要讓你的耳科醫師 皮膚科醫師幫你去做判斷 那如果一旦診斷你是異位性皮膚炎之後 其實類固醇藥膏是可以 把你的過敏控制得很好 卻又不產生副作用的 類固醇藥膏有輕有重 有不油有油 那甚至現在有很多非類固醇藥膏的選項 都可以搭配的使用 譬如說醫生可能說 如果你對類固醇藥膏這麼害怕 我們可以換個沒有類固醇藥膏 這樣你願不願意配合每天茶藥 這都是可以跟你的醫生去討論跟評估的 這一本書就是希望給你釣竿 而不是給你魚 所有有過敏的孩子的家長應該都從這本書看完之後 針對你孩子過敏那邊 你已經是有某種的知識 而不是每件事情就找醫生求救 那麼從這樣的角度來講 這一題的問題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要去就醫 當你的孩子過敏發作的時候 你先初步的控制 然後效果還不錯 你就可以不用就醫了 那停損點在哪裡 當你處理了A 處理了B 處理了C 這個三個步驟都做了 孩子狀況還在惡化 那就要去就醫了 所以這是我希望大家從這本書得到的能力 就是你可以初步的幫你的孩子做過敏的處理 而不用每一次發作都去就醫 這樣的問法 我相信這個家長是希望他的孩子以後碰到塵蠻的時候 就不要再有症狀 而針對塵蠻的過敏 我其實可以靠 簡單的環境的打理 然後再加上一些簡單的保養的藥物 再加上年齡會越來越長大 所以你的免疫系統會越來越成熟 這幾個因素之下 我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品質 而且漸漸我對塵蠻的反應就降低 甚至都沒有反應 在我書上有好幾個章節在講慢性咳嗽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呢 剛好就可以從我這本書上得到基本的知識 但是啦 也不是看書幫自己還是做診斷 你有了這些書上 針對慢性咳嗽這些知識之後 讓你去跟醫生溝通會比較順暢一點 這才是我的目標 所以還是得讓你的醫生做診斷 而不是我在線上就可以說 我常乾咳啊 告訴你 只要吃那個 從雪山上面摘下來的什麼什麼鬼植物 然後做成什麼藥丸 不會有這種東西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個東西一吃 你的咳嗽就會好 那麼他就應該去領諾貝爾獎 不用在這邊還要寫書寫半天 汗泡疹是皮膚過敏一個非常難纏的疾病 那同樣有汗泡疹的人都感受到他反反覆覆發作 而且發作得非常非常的癢 但同樣我要提醒大家 汗泡疹的發作其實是代表 你身體在抗疫了 你是不是最近又熬夜 最近又壓力大 最近又吃很多的加工食品化學物質 你的身體從汗泡疹告訴你 不要再讓我發炎了 那這個是我對這個題目的回答 也是我對大部分過敏體質想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好 最後希望大家不要被這本書的厚度嚇到了 其實這本書裡面可能只有某一小部分 是針對你的孩子的疾病 那你就看那個部分就可以了 而裡面這些做法雖然看起來很多 也許你已經做了80% 你不要把最後那20%補齊 對你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的 其實你身邊如果有正在懷孕的媽媽 可以在她懷孕的時候就先把這本書送給她 如果在懷孕的時候她就能夠了解如何預防她 將來要出生的寶寶有過敏的話 那就比你在更早一步 能夠讓她出生的孩子減少過敏 對她的影響 如果爸爸媽媽你是大人了 你自己有過敏 這本書也可以讓你亡羊捕老 有味完野 畢竟我跟你一樣 我們都是每天在面對過敏症狀 而我希望藉由我的經驗 讓你跟我享受一樣還不錯的生活品質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還有有聲書的話 在我們底下就有夠熟的連結 也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華碩尼醫師健康講堂 Youtube Channel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